都会有 因为就真的是 所有人都会觉得经典到 这篇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文章 I have a dream 放在高中三年级上学习的英文课本里头 不少学生印象深刻 但有一名自称是张女的英文老师 他匿名发文表示 对于108课纲英语 他也有意见 因为删掉了经典的海明威 海伦凯勒 马丁路德金恩 还有莎士比亚 改成制度一些很难用英文说明的文化 像是板斗 妈祖 绕镜 蓝与飞鱼记 还有超商等等 还说文章后面庶民的作者 都是中文姓氏音译的 我们算一下不夸张的话 高中三年下来可能交个 100 150篇文章都有可能 那就版的或者说这些 刚刚讲的一些文章 他只是这么多大众其中一两个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 抱着了解的心态去接触 其他高中的英语老师认为 接触多元题材没有不好 但这名张女英文老师还说 张女过去五年大考英文成绩不断的创新低 因为一个礼拜七节的英文 现在只剩下四节 她说再会教 但新课纲把时间都拿去上台语 还教的出什么来 对此教育部回应 108课纲英文的课程目标 更重视语言使用 注意连结其他课程议题 另外书商选文是从日常生活议题出发 逐步引导学生对议题提出看法 第一线的老师说 经典文学不会不教 也有其他人分析 英文课纲之内 本来就没有指定要教哪些文章 只是才刚刚爆出国文课纲的古文争议 现在英文课纲又被检视 引发不少讨论 八达新闻综合报导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